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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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有来到我们学习的时候呢 今天的课题呢 是非常非常的轻松 而且这个呢 也不是说每一次都要做他的 只是说 偶尔你做一下 或者你发觉到系统 里面的资料有点不推进 那么你就可以做 就是我们讲的 Maintenance 这个你们 如果能够 就是可能一个星期做一次啊 或者是你看到有点 好像不正常的 你可以做下它 让它比较顺畅一点 OK 所以今天我要教你们做的 就是 如何Maintenance 那个UBS里面的那些Data 这个比较简单一点 OK 来 首先你去这个 Housekeeping OK 在Accounting呢 它只有两个步骤 你只可以直接做两个就可以了 第一个 就是 UpgradeData Files 这个UpgradeData Files OK OK 所以这个呢 它就是把你的Data 再重新 好像在upgrade过 看有什么 有corrupted 还是什么东西 它会帮你修补 这样子了 这个你不用每一天做了 可能你一个星期 就是可能拜六 这样子做一次 这样子也可以 没有问题的好不好 OK 我们就是直接按OK 然后他问你 Are you sure 你是不是肯定 所以你按yes 这个 新的版本才有这个东西 这个新的版本才有这样的东西 你可以直接 Do not show again 然后你就是按OK OK Do not show again 你就是按OK OK 然后你就按OK 这个就是做完了一个upgrade的file了 OK OK 然后我们第二个 就是fileorganization OK 这个可能你们会觉得 这个不是在那个deleted 那个deletedtransaction那边有学过吗 为什么它是maintainance的呢 哦 你可以看一下 它不只是deletedunwantedtransaction 它有做其他东西的 OK 它是包括在里面的 包括在里面的 这个呢 你这个 看你自己了 这个你也可以每天放工做一次也可以 或者也是跟那个一个星期做一次也没有问题 好吧 这个就是排回去那些位置 就好像我们平时 做工 然后那些文件我们拿出来 放回去那个位置这样子 所以它变成到系统就比较顺畅一点 这个看你自己个人 通常一般呢 就这两个我们是可以不用做的 OK 这两个是以前是 因为GST的时候有用到 所以才有增加在里面的 所以一般我们就是把这两个 去除就是留这些就可以了 然后之后 我们就按OK 这个呢 是根据你的公司的 就是说资料多不多 如果你的东西越大 它就跑到YET 长时间 所以说 这个要一点耐心 所以我按OK的时候 它会你yes or no OK Are you sure? yes OK 你看到它跑跑跑跑跑跑 这边在跑跑跑跑跑跑 OK 跑完了它会update complete OK 如果你是很少资料的 它就很快 如果很多资料的 可能要一点时间了 好不好 OK 所以我们就按OK 然后就按Cancer 这样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Maintenance UPS 你可以 两三天做一次 或是一个星期做一次 看你自己 如果你每天用到是很多的话呢 你就要长一点做 这样比较安全一点 好吧 OK 那么今天的课程是比较轻松 那么我们就到此为止 也是一样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视频 还没有subscribe的 记得下面有一个叫做subscribe 按了它subscribe 然后之后呢 因为你的subscribe 是给我一个很大的support 就是支持 然后呢 记得like 这个video 每一个video你就要like 然后share 给让更多人知道这个视频 这样我就给我一个最大的鼓励了 好不好 好 那么我们就下一期见了 拜拜